多哈跳水市井赛继续进行 昨晚,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 中国队的全红禅陈玉希组合出色发挥 以362.22分无悬念夺得该项目的金牌 同时也实现了该项目市井赛三连冠 两位小姑娘都是跳水天才 可以同时开启水花消失术 加上同步性也非常完美 简直就是王诈组合 两人的多哈市井赛任务已经结束 全红禅拿到两块金牌 陈玉希拿到了一金一银 昨晚的比赛结束后 两人开心地离开了比赛场馆 我们看到全红禅模仿小鸭子走路 确实太可爱了 不愧是大家的开心果 白天训练结束后 全红禅看到前面有粉丝 就主动过去和粉丝打招呼 发现还有一些是陈玉希的粉丝 射牛的全红禅就喊话道 陈玉希在后面 陈玉希粉丝表示 你太可爱了 跳水梁小枝都拥有很多粉丝 即使在多哈 也有不少国人前来支持 比赛现场就有很多人 给他们丢玩偶 陈玉希确实没得说 两人的关系也非常好 亲如姐妹 两人相互学习 相互竞争 相互成长 成就最好的彼此 巴黎奥运会 将是两人再次登顶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期待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